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好了好了 你累不 我累 你看 擦一好 原味得很 那我帮你擦 润晴 润晴哥 润晴 然而 我去给你 折一个那个六树条 给你做个帽子 带折阳 你别去嘛 这大阴天的 哪有太阳啊 润晴哥 你就坐一会儿了 好 别手 润晴 你说 你看这秀琉的鞋上 让这泥巴都给糟蹋了 我给你把这个鞋擦一会儿 不惨吗 没想把这鞋上的尼巴留着 留着 留着 现在你跟李向前这个魂死 难可知道定案了 那就反悔了 你给我记得心快看了 我想跟你回信 但是 我又想躲着你 真的 润也恶不是突然想跟你耗大 咱俩这个死在我心里一直搁着 搁了很久 你爸哥夫堂叔把这个喜堂一撒 反而让我看清楚了自己 你一直都在我心里恶不能没有你 所以这个喜堂 比这个下了绝项 是 不是 不是 你 我不哭 少安哥 李向前 他有他爸 他妈 还有我二妈 我爸支持 我觉得你 一直找个人支持以后 我跟我二爸说过了 他支持我们的恋爱 你跟他说 让他跟我爸说呀 行不 你是说了扶君说 润润 来 哎呀 润润呀 你不回县城的学校 你就回家吃饭吧 知道了 少安哥 润润 我现在就去找你二爸夫君说 跟他说热门这个死 你回去等整个的消息 那整个想听的消息不 一定呢 我还有好多话没跟你说呢 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 你快去吧 妈 当整个的消息啊 知道了 润润 这是我今天 在罐子村 行格上的羊肉包的饺子 赶快吃上去啊 我就是想去春头转转 看到前头公路上 烧烟在丹水里 就跟他落了几句话 哎呀 这再不下雨 结年可又是个年纪啊 爸 嗯 这我还没说 跟李向前结婚呢 应该满村子给我发喜糖呢 哎 你赶快吃 吃完了以后 回县上到学校去 哦 来 爸 爸 你还没跟我说 哎呀 你这个娃娃 你可 这行行的皮鞋 你怎么踩到外头串 你去了 你这么好好跟我说句话 你这鞋放下 好 我好好跟你说啊 好 那我就好好地问你吧 我跟你妈 把你和向前的喜糖都发出去了 那你咋大白天你还和邵安 在那河潭里头坐着 你又不是某年轻过 哎呀 你心里清楚就不要问我了 哎呀 我的女子 你看起来是绵绵天天的 你这个心还大得很 我跟你说 我就是害怕赏你的脸 我才一天抓着什么都不知道 你是没伤我的脸 可你伤的是我的心 哦哟 你就知道赏你自己的心哪 你就没有想到 赏了你二爸二妈的心 你赏了我的心 赏了全县人民的心吗 爸 你想想看 也没有什么办法 能不伤二爸二妈的心 也不伤你的心 也不伤全县人民的心啊 你想想吧 我就是想跟邵安在一起 别人事我管不着那么多心 你一提邵安我就一肚子慌了 怎么会儿把人要气死呢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 我也不想提 爸我就告诉你 我就是不嫁给李向前 你去咋你把那个糖都给我收回来去 你快去 那个喜糖发出去了就不能收回来 为啥不能收回来 你们去收我自己点儿收 父亲的强烈反对 似乎更加激起了润叶要和邵安在一起的决心 润叶明白 只有邵安对他爱情呼唤的回应 才是他坚持下去的唯一信念 元锡线剑委会是吧 通知人你好你好 帮我找一下田福君副主任 我是咱们公社 双水孙大队一队的队长孙邵安 来 几个小时以后再回来 那几个小时以后再打过去嘛 你一定跟他说要说清楚啊 这田福堂和谈女子也够细调 一个法细堂一个手细堂 这混结孩子不结 都成笑话了 结不结都晦气 你才晦气呢 润叶 润叶 润叶你这是闹事呢你 赶快跟我回家去啊 妈 你不谈个 润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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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事呢吗你 你回去咱 叔 婶 我是润叶 你俩说个爸发的喜讨 润叶呀 妈求求你了 叔 妈 润叶 走走走 existem 邱ollow叔 韩二叔 你看 自此仨 疼 疼 给你们了 给 试试药变了 试试药变了 热烟 手完洗糖就回学校去了 放下完衣 这路面刷一根很干净的 又盖住一层就决住了 就没事情 离那屋一屋的屋还好 你小慎了 前两天我碰到福高了 福高说他一副开除的时候 他们那儿分私料地 夺分了几分 就有人告到公社去了 你说这些人呀也真不良心啊 那明知道是给社员 多分点口粮的好似 还要跑到公社去告状 我不能让这个丑丝再发展下去 孙少安她不光是 骚起我家女子的事情 她这次破坏润业 和耿惠副主任家的红淫 还有更大的事情 那就似我家的夫君 还能不能在线上继续党领导 可你你要拿来 不行 你还好好的整治一下她孙少呢 来来来去去 我现在就到谷舍去 我要用主死料地产司机 整治孙少安 来来来来来 少安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以为咱大队的电话给县里打了 你忙去不管了 来来来来 国家规定 每个人四分主死料地 可是孙少安带着他们小队 趁我不在的时候 就把那些扁扁脚脚的地给私逢了 这是什么性质 这次纵这么容易道路呀 我作为执叔来找领导 就是看看这个事情咋处理呢 你是说 孙少安 趁你外叔不在的时候 把朱司料地划分了 我也是前几天啊 听我们从田府高说 他姨复那里 也是在封主死料地的时候 多封土地了 我就害怕我们从也走这个歪蒙邪道 我一问果不其然 我不让他们这么干啊 他们就找理由呢 说是国家 大让每家每户都要养猪呢 还有责猪子标呢 说坟汉那个猪死料地 不够猪的扣粮吗 为了猪的一口饭 连革命原则都不要了 你气得不行不行的 所以我到你这儿来造令箭 我要回去收拾他算少安 都没止气 爱你饿就受不了了 都想利用这次机会 为自己争取点利益 我闹得很 我和玉婷也沾喊了这个黑瓜来 我们那个土地也似孙少安 用眼睛丈量的 那眼睛丈量还那地 只能躲不会少呀 真的叫着 批判资本主义 在实惠面前 都从不让他 福塔 我没说你啊 这事你也是受害者 划分猪死料地时 你也不在家嘛 你手里啊 仍然有批判权 可是这个事情 村里的人都支持孙少安呢 要是让我去纠正 再让他们知道 我到公社这儿来反映情况 告下孙少安呢 以后这工作就不好开展了 凭法听言 我明白你的意思 好好好 你放心 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 你到我这儿来反映过情况 好好好 我会派人到你们村 去丈量猪死料地 确认多分四分 徐主任 不是光查我们村吗 其他村是不是也要查 要查 要查 要不然就把你天赋堂 到我这儿反映情况的事 给凸显出来 夫君说 润爷和向前 没有爱情 是正着婚姻 这咋是正着婚姻你更清楚 我今天就想问你一句 你是支持润爷和向前 还是支持润爷和王 少安 你带你们存大堆不拔 我现在很忙 以后给你打过来 给我解一下 爽事损大堆啊 饿死田夫君 冯秦叔 少安 喂 我很忙 你刚才说的私情 我们以后再说 我现在的形势很不好 四面出口 我得私情 是咱全县烙卫星的大私情 如果我不能抱住我自己 恐怕很难抱住 全县烙卫星 稳抱你正确路线问题 我不能让全县的烙卫星 一辈子吃黑磨啊 我明白了 你现在急需理想起 爸爸的支持 你的形势很不好 很急 少安 我很忙 那还马上要去开会 以后再说吧 少安 你 你 你把我这一辈子多少 你们两个缠毁啊 少安 少安 出事了 大哥 公社已经派人 丈量咱们的猪 饲料地来 为啥突然丈量咱们村吗 不光咱们村吗 好几个村来 你那个同学刘根明 让我告诉你 就是县格委会主任 冯世宽 他已经给咱村里 咱社里打了好几个电话来 我觉得 是不是咱们队里 谁告了状 走 农业学大寨运动 在这时候 正进入高潮 到处都摆开了 农田基建的战长 而田副军的出现 更加调动起了 老百姓热腾腾的欺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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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百姓都认得 您这辆四面露车风的几步车 他们都说 一看到天夫君人的车 都该行人 我为了他们 刚刚所生一个好儿女 天夫君 虽然坐在飞驰的吉普车里 但心情却非常沉重 由于这几天在村子里所看到的不幸 再加上对润叶和邵安的愧疚 使她的心情坏到了极点 哎 大家仔细点啊 这边边角角的 小米儿 一寸一尺的都别放过啊 你这是多少 小米儿 小米儿 这次谁搞得撞啊你这次 哎 大家仔细点啊 特别是那些边边角角 一寸一尺的都别跟我放过啊 少安 有个思维要跟你说一哈 前几天我去队里 我碰到福堂之书了 我跟他说了个文队 扩大竹词料地这个词 你说是不是福堂之书 去拱社把我们也给告了呀 福堂说 啊就是吧 他为了郑之鹅 把全队涉业的饭碗给砸了 他是直说 他让郑瑟为了这个 一定把脸给他红下了 我现在在那儿 哎呀 少安 你就不要紧 这个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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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想过来停一行 拱社准备咋处理这个事 拱社 那徐治国副主任说 要守回你们十字扩大的地呢 还要召开 股社的群众大会 批判你们几个 十字佛地的队长呢 跟我说的白主任也同意你这么做 好 好 少安 线上的冯主任情自打电话 他白明传也怎么照办 股尚还决定 这个批判会要连开三天 还要通过那个有限喇叭 向全公社现场转播呢 少安 你就等着上台挨批吧 好 跟竹子料地这个词 福堂说你不是不知道 这是你默认 我不知道 你也没有经过我的批准 少安 你达厨 要是找我啥俩也 算了算了 你就等着 拧着头皮挨扯吧 好 万斯不想让你为难 配合你整一眼闭一眼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所受着 少安来了 来 刚好 把你的鞋妥了 我给你比个鞋样子 不是 我不要 年车不是说好了吗 连带润涩润润的鞋 把你和少平和兰响王的房鞋 你哪里做上 少平和兰响的鞋 我给做 你一个后嫂 咋能做着女娃娃做的活吗 咋能斩鞋底那鞋绑吗 算了 你不要做了 你的鞋呀 和少平和兰响的鞋 我来做 这就是调建的鞋 要更想开个鞋铺里 让他们一辈子都不愁鞋穿 有志气呀 你到李屋去 我跟少安有话说的 不愁鞋鞋 不愁鞋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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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 把走天相走也有相当 你这次说剩 你就是为了整治我孙少安 把社员们的活动到死里端了 你胡求说剩了这次 可不管这个事是谁告的我 除了事就要诱惹地负责 这个焚竹鞋鞋鞋地的事 是恶做得不对的 那你向组织犯人问题 你也没有错吗 厚国恶成的 那你还胡说什么 我可这次不明白啊 你说你把焚竹鞋撂地这个字 告到公社去吗 不让社员的碗里夺益扣量 但你是直属啊 你不为社员吃饭的问题着想 不让大家固然好玩的日子 你算个什么直属啊 你咋呀你 你这是 你分主死了地 你把国家的地 私逢给一对的社员 你这次反动 你知道不知道 你这次走资本主义道路 你还有理了 啊 啊 恶没有理 恶没有理 这个私情就没有理了 先不说了 好 好 那可不说这个死了 我跟你说下一个死 说一说 恶和润叶的死 你和润叶能有个什么私情 就算你们弄一个什么私情 到最后你能和我润叶又有个什么私情 你一个汉子 一个厚色 你现在囚子都开始纳鞋板了 纳鞋底了 都开始干女儿干的活了 你能和我家润叶一个线上的人名叫死 你能弄出什么私情了 我给你讲上一个故事 有一个搜采队的后搜 娶了一个婆姨 有一天晚上 婆姨说 哎呀 这个窑里头别摸得很 想到外面去走一走 后搜就说 你就去走一走嘛 婆姨就苦喊 后搜说你苦舍嘛 所以说没有鞋传 就那一双鞋破得传不出去 调了这个故事以后 我就决定 我润叶将来嫁人 就不能嫁一个没有鞋传的 这黄火水总有情的那天 人不能穷一辈子 你这个世界上有甘心穷一辈子的人 那你觉得恶孙少安 是那甘心穷一辈子的人 反正 我润叶嫁人 不能嫁个没有鞋传的 那你要说的是这 那我今天把这个话也说好 恶孙少安这一辈子 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放屁 你也不到东拉河 你照照你自己的影子 你看你哪一点 你配得上我家瑞业 我还不知道你 你这个事情 就算死落空了 你也不吃亏 你还抬高了你自己的身价 可是你就等于 在我田福堂家的祖福的工作上 尿了一袍尿 你这子活活 要把人欺负死了你啊 你玩也不要能 我田福堂 也不是上游的能 那你就废用吧 问孩子这个话 人 不能强一辈子 啊 没有 你怎么可能 以后 要去一个人 没有看到 你怎么可能 啊 也要去��手 五个生产队长 多画几分蛛丝料地的事 就是迷目张胆地 挖社会主义墙角 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一个生产队长 大河庄二队生产队长 说啊 陈庆和 陈庆 陈庆 你咋来了 那都听说了 看这一队的孙少安 高江湾这两个队 都有独化地的现象 下面有江浅村 大队的支伟孙玉琴同志发言 师父 徐先生 我的发言搞得丢了 我能不能不发言 孙玉琴 你干什么你 快上来 你是被批判对象的群属 你的发言有代表性 快上来 这个环境少不了 快下来下来 好 尊敬的 鼓舍的各位领导 社员童子们 社员童子们 感谢党 好 好 好 水浒啊 这本书好啊 好得很 好在什么地方呢 小雨天 让你说什么呢 你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啊 这个 竹死料地的这个事情啊 表面上看 就是夺缝了一些地儿 但问题 远远不止这么简单 我在这里首先做一下自恶检讨 经过仔细丈量呢 我们家的这个地呢 比股舍规定的四份地 也多了一些儿 但是 我确实没有发现 恶破译也确实没有发现嘛 啊 所以呢 你呢 这个 崔玉天 现在不是说你的问题 你们双水层 一对孙少癌的问题最严重 二对军训武 就是按规定划分的地嘛 这个 孙少癌的这个问题啊 很严重 相当严重 他们这几个省残队长呢 不顾 实际务集体利益 自顾这个私利 自 自投降派 好 苏家就是投降派嘛 卖了这个 天下主动的 接近感情 他把这个李逵 出卖了 我说说了 一百零八件吧 现在我们现在的时候 下来 下来 你让你上来 你先下去 去去去 先下去 我很激动 我想说两句 今天先下去 我用一看啊 这个 上水圈的知书 田福桃也来了吧 别怪我说话难听啊 在你的眼皮的底下 画翻逐次了地 你就莫看见 不听见吗 你的耳朵瞎了 孩子眼睛全了 你 你 玉浩叔 你不去 我要去 我要告诉我少安娃 没有死情 不要惹死情 惹了死情 也不要怕死情 少安娃 是为了让社员多分口粮 她要是来到 我陪她 这个贺凤英啊 我听说过 这个贺凤英啊 咋他一上来 就指责他们村的知书 田福桃都不是 这是掩护他村的知书 田福桃呢 就是让他们的社员都知道 不是田福桃到公社里 把孙少安 多分诸四料地的事给告下的 圣元同志们哪 你们看看 好好看看吧 这是什么 杀 这是啥法呀 这是解放钱 旧社会留给恶地 啥法 我七岁的那年冬天 我妈带着我上节套饭 铁严丝出气的黑啊 夜是格外的冷啊 突然 从豪门大宅里 冲出两条恶狗 一大一小 冲着我的腿上 狠狠地咬了两口啊 荡丝 咸血就直溜啊 地主家的小狗 对 他不是知青吗 长安文被地主家的勾养 再说这解放钱 他才多大呢 社员同志们 你们说说 我是温顺 要让你们看我的伤法 是 是 因为 这是放我的旧社会 留给我的伤疤 好不胆胆 是留在我的腿上 还留在我的血里呀 我 我是真的害怕 回到那个旧社会 害怕那些 大大小小的 讹狗啊 小四伟 有的同志 就想让我们 回到旧社会 很上岸 他 多化分逐死了地 这是小四吗 小四伟 他过去送上 和老婆娃娃娃 咱还控制她的职啊 要的就是这个小狗 事先不愿意 安排他上台讲话 让他突然上台 你看这小狗 多真是 和马大宅 养家奴婚狗 子本说一定 苗苗要死不掐死 苗田 就长成小树了 后田 就成了树柳了 社员同志们啊 你们想过那种 严谨其道的日子吗 我想 你们愿意让自己的儿女 在书人家里跟踪 不要吗 是 安似败动的东西 你不打 他就不打 就向这儿回城 造主不当 回城 他照例不会跑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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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规安排你大烟了 你胡说声了 不是 你胡说 你让我再说两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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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安静 好 大家请安静 夺分猪四六地这个事 确实很严重 县里领导也非常重视 自从合作化以来 这样的情况还没有发生过 我在想啊 县里明明下了政策 这些基层干部 为什么还要另搞一趟呢 这里头究竟有什么 我们所不知道的原因 所以今天 我们不光是批判他们 也要听听他们的意见 当然 在座的大伙也一起听听 从根本上 来杜绝错误的源头和动机 你们五个生产队长 谁上来讲讲 所谓 你去说 所谓 你来讲 我讲是吧 讲你的问题 来 来 少安 来 到这儿来 拿着话筒 再点中劲儿讲 鑽敬的白明川主任 许致广副主任 对大伙说 对大伙说 好 尊敬的白明川主任 许致广副主任 双水村田福堂直属 还有台下来的父老祥寝 我今天站在这儿 解受批判 说明给我们几个队 确实是犯了违法政策的错识 我整形地解受批判 双水村 夺化竹草料地的私 我孙少岚承担一切责任 马靠龙头帅 人拿道理惯了 这农民一辈子种地 就想这一辈子在地里 库出个名堂 要尽他 靠田吃饭 田不下雨 靠地大粮 粮不出表 人能有多少辈子啊 这怎么办啊 长安 说话注意点 哦 是是 国家让农民养竹 这次大好事啊 无人反对 无人反对啊 养竹就要喂竹 喂竹就要死尿 县里考虑到了 我们的困难 下政策给美户四分的 竹死尿地 哎呀 我们是牌兽叫好啊 但农民心里明白着 你说哥吗这个 穷山各尔王美户这 四分的竹死尿地 一年能收多少竹草呢 我也不念了 你这就是 你这次为竹把劲 还在让林黛玉啊 孙长安 注意你说话的方向 好好好 好好好 那个现在就说 这四分的竹死尿地啊 就说这个地 这四分竹死尿地 你也知道 要占用全村多少耿地啊 这耿地尽贵啊 这次用来种粮食的 那你种了竹草地 就种不了粮食吗 我就在村里 这个扁扁角角的黄地上 动了动歇斯 大家也看得见 那些个地黄着 它也算黄着啊 那你要是分到社员的手里 它就能绣丑环来 那你到最后 你这竹也养了 地也熟了 那地还是国家的地 集体的地嘛 你只要它不影响 养竹的任务 其他的实践 你爱注射就注射 这有十把影响吗 对 崔岑 你这些才先做 来来来 我话筒拿来 放人家 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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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在做批判的 我们对 我们对 确实有犯错的地方 有出格的地方 我为了农民多吃一口粮 私自把这个皇帝给社员给焚了 我真是错了 我保证 像这样的错误 我孙少海绝对不在犯了 我虚心地接受批判 ум你 医生 你都听进去了 我说两句 不 你可是 你 当人是 你可是 你 是这儿 说来是恶蛇的王 恶蛇的王有错 也是恶的错 恶蛙错了 恶赔斗 各陪斗 没事 干什么 现在我宣布 各队分的自留地全部收回 归生产队所有 今后原谅爱公分计算劳动 散毁 你来干甚啊 不是说不让人难是吗 我在屋里呆住心嚼得很 我想来看看他们咋处理 咋处理啊处理吧 以后也不能咋处理了 我就不信 日头不从咱们前过 散毁 乖助理 放心吧 日头会从咱们农民门前过的 对 以后在这全国睡得没少 算算重啊 兄弟 对不起 爸 你让我一个人走一走 我心里乱得很 你不要进来 你这个娃娃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哎呀你跟我挥 专安哥 专安哥 干啥呢 有些姑娘 你不说 热眼姑娘 说求 不要再麻烦手来了 专安哥 我就是要麻烦你呢